极简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境界 扎克伯格每天早上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今天要做的,是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就会全力以赴去完成今天的认为 扎克伯格的这个行为习惯,让我感触良多 坑才多了,苦吃够了,才渐渐地开窍,会赚钱的人 都调整成了极简模式 一,目标极简 1889年,法国商人艾德华创办了一家轮台作坊 在他呕心沥血的经营下,小作坊发展得有声有色 因为规模越来越大,艾德华便想布局更多的业务 当时海上航运发达,他马上成立了一家扫船厂 之后,他听别人说酿酒业很有发展前景 又赶紧开了一家酿酒公司 他以为抓住每一个风口,事业会蒸蒸日上 没过多久,他名下所有的公司业务就开始亏损 甚至连赖以生存的轮台企业也面临经济危机 对此,艾德华百思不解 有一天,他来到一座葡萄云考察 看到农户们把一些青葡萄摘下来扔掉 他觉得很可惜 于是问道 这些葡萄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摘下来扔掉呢 农户们回答说 不摘掉部分葡萄 所有葡萄会相互抢夺养分 只有摘掉一些 才能让剩下的葡萄吸收更多的养分 从而生长得更好 听完这番解释 艾德华恍然大悟 这和我赚钱是一个道理 我总以为目标业务越多 就做得越成功 结果过多的业务反而分散了我的精力 最后什么也没做好 之后的半年内 艾德华先后停掉了造船厂 酿酒厂等业务 全力投入轮胎生产领域 他所创建的这家轮胎企业 被誉为全球轮胎科技的领导者 米其林公司 人往往乘于一 而败于二三 无论哪一行 坐这山 望那山 终将一无所成 我们心有定力 申更系作于一个领域 才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哈佛大学曾对毕业生 做过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 结果发现 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 不懈努力的人 几乎都成为社会各界的成功人士 换过方向 但并不平凡的人 成了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大都生活在社会中上层 那些没有目标 平凡转换方向的人 生活困顿 常常抱怨他人 抱怨社会 专一者出众 分心者出局 你把一万件事做得平庸 不如把一件事做到百分之一 始终坚守人生主行道 不为两岸风景迷乱人 我们才能抵达目标 二 社交集结 踏入职场后 我就常被劝告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 多一份交情就多一份保障 因此我也努力着经营好各种关系 闲暇无事时 我殷勤地约着酒居 搜长瓜度地说好话 逢年过节时 我心里盘算着送礼名单 结果呢 想让人帮忙牵头一个项目 别人问 你是谁 想找人咨询一下相关行业问题 对方直接拉黑你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所谓人脉不是靠几句风筹的话 几顿饭局就可以建立的 事情看冷暖 人面竹高低 温戏远近 感情深疏 在于你的价值有几斤几两 陈丽妃在个体崛起中 分享了他和李孝来相识的过程 陈丽妃刚开始做公众号室 想认识一下李孝来 当时 陈丽妃只有一两万的粉丝 而李孝来不仅是粉丝百万的大帝 又是著名投资人 结局可想而知 陈丽妃碰了一鼻子会 这件事之后 陈丽妃不再职责于认识那些大咖 也不再急于混进更高端的圈子 他一个人默默的学习 专注于深耕内容 坚持更新文章 当陈丽妃粉丝量达到一百万 再次联系李孝来时就得到了答复 来北京联系我 最终 陈丽妃如愿以偿见到了李孝来 而李孝来也向身边的朋友 大力推荐陈丽妃 陈丽妃的事业也迎来了腾飞 移动支付公司配应价价的CEO金一也说过 社交不是一种刚需 孤独才是 本事在前 人脉在后 平庸的人喜欢往人群里钻 能成事的人会先关上门修炼自己 能挣多少钱 往往不在于你认识多少人 在于你的价值是多少 三 情绪极简 有一年 巴菲特犯下严重错误 创下了他担任总裁以来的最低营收 在这股东的公开信上 巴菲特自我反省道 市场需要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决策 并迅速采取行动时 我却陷入了情绪上的波动 导致决策失误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里 保持情绪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无论是受了委屈 还是遭到了挫折 如果只顾着与情绪做纠缠 事情容易偏离自己的掌控 一个人如果不能摆脱情绪的枷锁 就难以把财富装进口袋里 只乎博主很默先说过 他朋友小林的经历 小林自打毕业后 换了好几份工作 斗里没攒下什么钱 症结在于他情绪垃圾太多 在广告公司上班 一个客户嫌他方案没有水平 他一怒之下对了几句 就被公司炒鱿鱼了 送外卖时 又因为各种原因跟顾客吵架被投诉 每月都要备扣钱 他寻死打工没有出路 就开始创业 先是搞社区团购 因为繁琐事太多 他每天处于焦虑中 后来又是水抖音 一开始每天坚持更新视频 但是点击量和粉丝都不见掌握 极度沮丧的他就半途而飞了 每做仪式 每个异形 他最终都陷在情绪的泥闹里 直到如今 他仍一事无成 赚钱的道路上 委屈常有 吃意常在 一味地跟情绪较劲 就没法专注于挣钱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在以理性克制著称 他表示工作中专注且高效的状态 是不太激动 也不太郁闷 极减情绪 是我们要修炼的基本功 那些真正能赚到钱的人 都只带脑子 不带情绪 四 精力极减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不管出入什么场合 永远都穿着灰色或蓝色的西装 360创始人周鸿 一十年如一日穿红色衣服 问他们原因 他们都回答过类似的观点 我不想在穿什么上做选择 我要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心理学家鲍麦斯特 因提出自我损耗理论而震惊学界 所谓自我损耗 就是每做一件事 每做一次选择 就会损耗一点心理能量 每消耗一点心理能量 你的执行功能就会下降 生活中看似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闲事 不管是打一把游戏 还是刷一部短剧 心理能量都会有所损耗 如果心力被牵扯过多 久而久之 我们就无法专注在有价值的事上了 吴军博士讲过一个故事 那女孩 逼女孩想要出国深造 来找吴军咨询 吴军告诉他们 出国容易 但是需要先把托福考过了 吴军还在一个单位上班 平时在单位打打杂 没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但是她的生活比较丰富 上班做杂事 下班之后 忙着聚会 忙着医美 忙着美甲 几个月过去了 英语水平没有任何进步 出国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她在单位里依然是混日子 工作毫无起色 逼女孩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为了出国 她把所有交际娱乐一律取消 非必要的工作也全部推了出去 将剩余时间全部用在背单词 学英语上 后来她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 再后来 她进入一家全球五百强的医疗公司的管理层 人的精力过勇则解 我们追逐八卦热点 一刷好几个小时 哪里还有精力干好工作 今晚约喝酒 明晚去逛街 一门心思在玩乐上 又怎能沉下心去提升自己 学会管理好精力 不迷失于享乐 不沉沦于欲望 埋头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命运最后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检法中说 从初类拔萃到万里挑一确实很难 领先于95%的人却相对容易 这并不需要你拼命 相反 你只需要做好减法 无论是人生还是稿间 都需要剔除不重要的东西 极简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境界 当你只专注于成长与赚钱 你离钱就近了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